据《环球时报》6月5日报道,在巨浪三型潜射导弹发射的硝烟海未散尽之时。 北京时间5日中午12时6分,黄海深处又传来隆隆巨响。 一枚新型火箭从海面上破水发射,禁止升空冲出大气层。 而多国卫星也迅速赶来警钉、据悉。 这是国内第一次使用海上平台发射运载火箭。 在此之前只有寥寥几个国家具备海上发射火箭能力。 而且还是多国联合组建海上发射公司,截至目前国外的海上平台已经停止使用。 只有国内航天科技集团一款海上平台具备发射能力,而专家认为。 作为第二个具备海上发射火箭的能力的公司。 其意义甚至比巨浪三潜射导弹更为重要,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前景广阔。 据报道,此次发射的运载火箭为长征11号。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固体燃料的运载火箭。 实际上和东风31洲际导弹渊源颇深,据悉这款火箭的起飞推力超过120吨。 能够将半吨重的载荷运往500公里高的太空轨道,相比原先的液体燃料火箭。 长征11号的优势是全方位的,由于采用了固体发动机。 因此不必浪费大量时间加注燃料,其实具备快速反应发射能力。 除了能通过越野发射车在各种复杂地形迅速发射,现在又具备了海上发射能力。 可谓是全能型火箭。 据悉,海上发射的优点非常多。 众所周知,纬度越低发射火箭的难度就越高。 相同性能的火箭在低轨道发射时的载荷更大,能够将更重的航天器运入太空。 而海上平台能够灵活进行机动,因此能够尽可能靠近赤道地区发射。 因此发射的性价比更高,其次,由于大海面积广阔,能够在远离陆地有人居住地区发射。 因此其发射的安全性也要更高。 比如说火箭发射时抛落的整流罩等有毒部件能直接落入深海中,减少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和破坏。 军事专家表示,之所以说长征11号运载火箭比单独的巨浪三导弹意义更大。 这主要是由于这种将洲际导弹改造为运载火箭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导弹的利用率。 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军事强国其实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将老旧即将退役的洲际导弹稍加改造,就能变成能携带大载荷的运载火箭。 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省去了将退役的洲际导弹报废拆除的巨大麻烦。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划算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类似的火箭发射必然会越来越多,完成铸建围里的涅槃。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